据说当年郑总一言不合就带着农药机飞了起来 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现实中还真存在 这是一个拥有60马力的马达 可承载180斤重量的飞行器 造价高达10万刀 可供一个成年人飞行一个小时 并且稳定性似乎比郑总的高了不少 但是由于造价昂贵一直得不到补给 不过留言二老不答应了 表示今天要造出廉价版飞行器 在博物馆跟专家的不断咨询下 二人决定要使用螺旋装置 让其产生的生力带动整个喷射背包 并且为了整个装置的平衡 夏娃认为要使用重量较轻的马达并且 要把整个马达往下拉 使喷射背包的重心向下一动 构想完成后 亚当和夏娃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亚当的任务是制作出整流杖 也就是套在螺旋浆外围的泡沫 将其裁剪为一定的模型之后 还要经过打磨修正 这样就能得到较为光滑的整流器 和一个蓝蓝的亚当 同时在整流器的外围 沾上制成防弹衣材质的物品 这样就能使其变得老 为了让它变得光滑 还需要一定的涂抹工作 最后套上塑料膜红单即可 再看另一边 夏娃再把整个的马达装置往下一动 从亲自上场测试的效果上来看 这一办法十分有效 喷射背包稳稳地支撑住了夏娃 并没有左右摇晃 接下来 就是把两个整流罩固定 并且完成相应的动力调整 首先是控制飞行方向的扇液 还有控制油门的操作杠 一切都组装完成之后 他们就可以开始尝试飞行了 当然对于地球引力的存在 二人的内心都是非常没有底 所以假人兄弟就上场了 他即将要迎来一场个人飞行旅行 他们为假人穿上固定装置 亚当启动喷射包 夏娃操作飞行 可以看到 过了一回 喷射包的螺旋降叶片 就赚到了每分钟4500的转速 这还不是他们所设计的最高速度 所以还需要继续加大马力 但是夏娃临时叫停实验 他认为动力装置有些问题 似乎汽油喷洒出来 让他的眼睛达到不适 因此他们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之后 实验再次开始 可以看到这次的喷射包 很快就达到了最高的转速每秒5600转 并且有要飞起来的趋势 就连夏娃的胡子 都在用力地摆脱地球的地心领域 但很遗憾的是 飞行器并没有成功 所以他们猜测是承重以及推力的问题 于是夏娃在叶片转动的地方 放置了一些小木片 减少缝隙 从而使得转速越快 亚当则是直接拿走假人 使得负重减少190磅 减轻飞行的负担 同时再次启动飞行器 叶片依旧高速旋转 但是并没有改变没有飞起来的结局 夏娃并不打算放弃 决定自己去尝试 她直接坐上喷射包 启动机器 开始操作 经过一段时间后 她得出了一个结论 除了感觉像置身于榨汁机中 并没有飞行的感觉 很明显 最终二老并没有给我们带来 廉价的飞行器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